诺华香甜的元宵 诺华香甜的元宵除了煮着吃 您还会怎么吃呢 像饼大厨这样用果酱会的炸元宵 您想尝尝它的味道吗 经过炸汁的元宵并不油腻 但却别有风味 糯米皮也变得更加浓香 炸好后再用多种果酱混合的酱汁绘制 这口味可是绝对不一般 年糕是我们都喜欢的食材 但是用年糕做的甜品您吃过吗 红韵连年糕就是饼大厨带来的第二道菜 这道甜羹用煮熟的红小豆做成豆沙羹 再加入莲子和年糕丁 汤羹香甜 年糕糯滑 保证让您从此喜欢上这道营养香甜的年糕甜羹 想要在家吃到不一样的元宵和年糕菜羊吗 那就一定要锁定本期的健康新时代 走进健康新时代 快乐生活吃出来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 说起元宵 我相信呢 这段一段时间呢 你肯定要准备多多的吃一点它了 因为正好符合现在这样一个时令 而说到吃元宵 我们一般呢 有炸着吃它 煮着吃它 今天有一位大厨要教大家炸元宵 而且除了元宵之外 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年糕的美食 也将来做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炳吉和炳大厨 中国汉人大师 炳吉和炳大厨又来了 欢迎你炳厨 你好 元宵我们都常吃 但是总有人说 这个元宵呢 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记住 比如说它不能吃得太多 比如说元宵吃大的时候 你那个馅儿不同的选择 要针对不同的人群 怎么吃呢 给你请来的是 尼尔健康老师 我们的老朋友王静老师 欢迎你王静老师 主力于是 大家好 爱吃元宵 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 又喜欢它那种 外面糯糯的 里面甜甜的这种味道 没错 就是周一十五呢 我们肯定要吃元宵的 但是有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是 进了周二之后 时不时的就要吃一下它 似乎在南方 好像他们过年的时候 也要吃元宵 对 在南方就叫汤圆了 叫汤圆了 宁波人就是大年初一早晨 咱们大年初一 北方人是吃饺子 像南方人 宁波人呢 就大年初一就要吃汤圆 汤圆 对意义着团团圆圆圆来年的 全家幸福安康 没错 总之这是一道经典的中华美食 今天饼大厨第一道菜 用它做什么 这个果酱元宵 果酱元宵 一种元宵的别样吃法 经过炸制的元宵 更加的香甜 再裹上一层浓浓的果酱 这口味别提多美妙了 吃惯了煮元宵 您不妨也做上一道 这样红红火火的果酱元宵 这口味绝对会给您带来惊喜的 元宵呢 今天我们选择的呢 是这种比较小的 是不是 对 这个元宵呢 这个 它北方的做法跟南方的不一样 这个北方里边是滚的比较多 滚的 这个南方的是包的 没错 咱今天这个是滚出来的 这是滚出来的 滚出来的 对 这个吃法呢 也很多 其实它元宵的品种 它一般就在馅里面 对吧 你看这个黑芝麻的 连绒的 豆沙的 无人的 包括葡萄干的 水果的现在也 没错 这个吃法呢 一般通常就是拿水 煮一煮 对吧 这个如果再想调一下味的话呢 加点酒量 是吧 哦 牢糟 对 现在呢 又有吃这个炸子吃的 是吧 其实炸过之后呢 它就可以做很多菜了 是吧 你可以做拔丝的 拔丝的 你可以做这种带果酱味的 这个 甚至你可以 这个做一些菜的时候 是吧 你也可以把它炸过之后 放进一起烧 一起烧 一起烧 烧完之后呢 它因为它吃起来之后 它也不容易变形 是吧 它也是个圆的 吃完之后 它站在外面里 就是咸了也没事 是吧 你好不说 你要这个烧鱼 你可以炸过之后 跟鱼一起来烧 它也融合了一个鱼的味道 就这么多方法 就感觉你找到这个 炸了之后呢 找到方向了 找到方向了 想怎么做 这个汤圆 原效都可以 好嘞 那么多吃法呢 咱今天选择的呢 是我们这边配上果酱 跟它一起来调的 好嘞 那咱现在就开始做了 先把这油 给它烧上 今天的油呢 也是健康期时代 给您重磅推荐的 那就是胡极花的 古法小炸花生油 它有浓浓的花生香味 因为是用古代压力油的工艺 做出来的 而且油也少 很适合家庭烹饪水用 你在家里面试一试 胡极花的 古法小炸花生油 给它热起来 这边我们需要 给原效提前处理什么 这个不用处理 直接入锅炸一下 那您这个果酱怎么用 果酱是炸完之后呢 再烤它 再烤它 怎么烤 一会儿大厨再告诉你 说起吃原宵 你看 我对它挺有情节的 因为我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 快到原宵节了 可得多吃一点 吃完之后呢 肚子苦苦的 特别特别不舒服 饥食了 饥食了 然后之后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 见到原宵就怕着 一叫他之后 就想起来当时 饥食的那种状态 那种难受 好像是这个原宵 不能吃太多量 对 因为这个原宵呢 它是一种这个高热量 高糖 高脂肪的一种食品 所以呢 就是一次量 吃的不要太多 而且呢 尤其是不能早上吃原宵 因为早晨呢 人的这个脾胃的消化功能 是最薄弱的 而且呢 不光是它里边这个馅料呢 是一种高热量的一种食品 它外边呢 是用的是糯米粉 糯米粉我们都知道 它是比较性质 是粘质的 它不太容易消化 所以呢 早上如果吃原宵呢 就容易引起这个消化不良啊 恶心啊 烧心啊 这种这种 对脾胃不好的一些症状了 所以说呢 我们吃原宵的 第一呢 是要控制量 再一个要选择 适当的一个时机来吃 那我再问一下您 老老师 这个如果是量的话 一次这么大的 吃几颗 或者说一天保证几颗 刚刚好 一天我觉得 这么大的原宵的话 应该是12颗之内吧 那怎么我回回都过量 12颗左右 就可以了 12颗 我觉得可以 你也经常过量吧 别乱说 一般都过量 一般都过量 不过你知道原宵它的馅 有的时候你吃 你要吃好多品种的 太少瘾了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 你不可能吃住一种馅 你想尝着这个馅 你再尝着这个馅 一不小心 你就把所有馅都吃 那最好就是手尝几个 因为我们都说 这个营养 没有不好的食物 只有不好的搭配 没错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 在吃这个原宵的时候 也可以适当地多 搭配一些 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 像蔬菜啊 粒鱼消化 对 VC含量比较高的水果 这样可能搭配起来 吃对身体的 这种毒 毒害的作用 能小一点 能小一点 那这边呢 我们炸着来吃它 在油温什么程度的时候 咱家里一个个 生的原宵放进去呢 这个五六成也行 五六成 咱家里还是进展 因为这个原宵它是冻的 冻的呢 你肯定要先把它给 慢慢的像化了冻 嗯 就在油锅中化冻 对油锅中化冻 是不是这个如果是冻的话 不能拿出来之后 然后让它解冻之后 然后再炸它 不然的话会崩 呃 换了之后呢 它容易加了一时 嗯 它就不好这个 因为它干边缝拿出来之后呢 它遇到这个 室温肯定比这个 这个 干边缝拿出来要 要低 要高 对吧 室温要高 对 它会这个产生一些这个水气 嗯 它会发年 你放 如果叫它化了的话呢 它在下的时候 它就粘在一起了 嗯 哎呀没错 而且呢 它这个造型应该就会受影响 对 所以是慢慢的通过油呢 从漫面 用油来 来给它来 等炸熟的时候呢 它也就化脱了 化脱了 这个 慢慢的炸 因为它里面还是有冰的 有冰 慢慢炸之后 炸之后 它浮起来了 这边就是炸脱了 我发现咱们这边 对 咱们这边在炸它的时候里面那个下边再往出爆 咱们也爆 有一些 经不住考验的 你看看 你看看 不光是用油炸它这个汤圆会这个浮起来 而且就是说我们在煮的时候也是上下浮沉 没错 所以说这个元宵最早的时候就叫浮原子 浮原子 浮原子 就是它在煮的时候这个汤圆上下浮沉 所以我们叫做浮原子 浮原子 没馅儿的叫圆子 上下浮沉的在那个汤圆叫浮原子 而且说起这个元宵 它这个名字也是 来历也是有讲究的 那我们都农历呢 把这个正月 正月十五 对 称为是 元宵家节 元月 元月 对元月 农历的正月是元月 而且呢 第一个十五 正月十五呢 是第一个月圆之夜 就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第一个月圆之夜 第一个月圆之夜 古人又把这个夜称为是宵 所以呢 正月十五的节日呢 就叫元宵节了 第一个月圆之夜 元宵节 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十五称为元宵 对 元宵节呢 也是我们进入了新的一年以后 第一个重要的一个节日 没错 所以中国复原辽阔 这种庆祝的方式也是非常多的 那除了有吃元宵 还有看花灯 舞狮子 舞龙啊 这样的庆贺的节目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没错 没错 而且到元宵节的时候 大家肯定要赏花灯 猜灯迷 然后呢 一家人要团圆的 因为元宵节呢 月圆之夜 一家人围在一起 赏月的同时 一起分享一份汤圆 那种感觉 天伦之乐 当然 能吃它更好了 而且在今天配的是果酱 这边我发现你炸的时候 大厨有一些已经冒出来了 冒出来了 没关系吗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这都可以了 可以了 好嘞 这个炸到最后的时候 我发现它并不是那种通品的 特别金黄的颜色 对 好 我们那边已经炸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干嘛 做这个馅儿 再做这个糖汁 糖水 嗯 好了 再做两勺白糖 还有加糖 咱们一会不要放果酱 果酱也放 那可是果酱中 就已经有酸酸甜甜的感觉 这个不是很够 不够 再来一点糖 鼓起一下 这个糖呢 要先放 嗯 先放的主要是把它给 这个炒化了 化开化 让这个糖呢 和水完美融合 变成糖水 一会我们再把果酱放进去 这道菜是一种会的形式 它算是一道 算是甜食 甜食 甜食 对 所以你看这个汤圆的热量 本来就很高了 然后我们用了这么多的糖 糖 还有 所以说这个汤圆 元宵 虽然是好吃 但你吃的时候 一定要食量 我发现这个果酱啊 咱刚才这个量 就根据你元宵的 这个多少就可以了 对 有没有绝对的要求 这个做甜菜呢 就这样 就是根据你对这个 你身体对这个糖的结束 没错 嗯 你如果 真实体没有毛病的话呢 你可以多戴着它 如果喜欢吃甜的话 没错 哎呦 我发现这个化开的时候 它这个颜色 已经跟我们的果酱的颜色一致 对 我们要来点油吗 这是蜂蜜 蜂蜜 哦蜂蜜 来点蜂蜜下去 哎呦 这都是为了调和你的胃口的 对 还是要把它就熬匀了 嗯 熬匀 其实这个元宵 咱们在家里面 大多数处理的方式都比较单调 我说的话 我今天见到您这个处理方式 对于我来说 还是挺新鲜的 您这么多年就这么吃起来了吗 您看 前几年这么 后几年就不吃了 但是你知道 如果大家第一次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 肯定会特供你吃 因为你想 本身单调的炸蜜蜜 能外面裹上一层 酸酸甜甜的草莓味 我先从口里一直甜到心里 没错过年的期间肯定是 好棒 熬开了之后呢 就可以了 这是一些番茄酱 番茄沙丝 这个番茄酱呢 一个是这个 它主要的作用是调一下这个颜色 调颜色 颜色要得红润一点 哎呦 真的是 你看本来草莓酱 真的颜色还不行 还有太单调 过节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个 有一个炸蜜蜜 炸蜜蜜蜭化 直接放进去 这过节的时候 我个人感觉 很喜欢看红颜色 大 supplemental 特别喜庆 感觉看着就烂了 哦 这样来回会一会糖 这算会吗 是 算会 我们这时候呢 会是 不像我们以前想的那种 可能是需要加水 我们一点水都不加 oke 还会可以 这个糖挂炎的糖 好 这时候我们的火 大厨一直放在中火 别太大 别太大 太大了 锅边容易起锅了 好了 好嘞 出锅 果酱 汤圆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美食 但是看到它的时候 觉得很兴奋 这一份是供全家人来共同享用的 哎呦 您做成这样子 很一不小心就多吃了好多 一定要控制 控制 控制 这必须要控制 可是我听法子已经不断在咽口水了 啊 真的是哦 来点葡萄干 接下来我们开始吃汤圆了 来赶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来王健老师一起了 来 尝一尝喽 看着已经甜到心里了 没错 外面一层啊 对我来说 刚刚好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天使 但是它呢 甜中带点酸 咬下去之后 里面本身馅的甜度 就不如外面了 被比下去了 对比下去 对不是 外面因为经过这种油炸之后呢 稍微有一点脆 但是呢 里面很接着是那种糯米那种软糯的那种口感 黏黏的 而且很 呃 加上是甜在一起 让人很流连忘返 这样做呢 它就不单单是一个这个 就是主食了 主食 是一个菜了 也是菜 你可以这个 做菜的时候当一个甜菜 可以上桌了去 对不起 好吃 真的好吃 今天谢谢我们的饼厨 带来第一道 很符合时令的草莓酱的这种盐销 是果酱盐销 第二道菜 是年糕 对 什么名字 红韵年年糕 红韵年年糕 对 哎呦 年年的年糕 学了一个咸音 咸音 里面有莲盒 嗯 有年糕 嗯 好像还有小豆 是不是 红小豆 所以说用的东西还比较多了 怎么做呢 一会儿比较主带告诉你 感谢圣斯特雏汇 感谢日本凯乐宝的好锅 感谢秀之庄严提供的有机食材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怪名 张青岛 胡吉花 古法小炸花神 又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我是大嘴 一会儿跟着饼厨一起来学做 第二道年糕 接下来 比较主要带来一款香香甜甜的 羹品 红韵年年糕 这道甜羹 用红小豆做主料 盐成红豆沙 再加入莲子和年糕丁 汤羹香甜 年糕诺华 绝对是一种吃年糕的新方法 不光口味好 这道羹品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想要学会这道既营养又好吃的 红韵年年糕吗 不要走开 答案马上揭晓 欢迎回来 这里是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 现在烹的是第二道菜 烹的是年糕 给人请来的是饼集合饼大厨 饼大厨 你刚才做的汤圆了 吃起来的真是好吃 甜蜜蜜的感觉 控制而且一定要控制 因为太好吃了 然后你不是自己想多塞两个 但是你塞多了之后 还不容易消化 还不容易消化 我们这样子是不是 不过 主要是第二道菜 我们也要经得住诱惑 因为听说也很好吃 是年年糕 年年糕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甜菜 过年嘛 就要吃一点甜蜜的东西 没错 咱这边用两种年糕 三种吗 你要三种搭配 三种不是 咱今天用这种手指年糕 这叫什么年糕 手指年糕 我一直觉得它好像是韩国人吃的 比较多这种 对 咱们南方也是这种年糕 这种 这叫手指年糕 北方一般都吃这种黄米 黄米 现在就不大吃了 以前小时候过年 必吃了一个美食 而且要蘸糖的 蘸糖 在家里吃也很简单 一般都是各锅里蒸一下 蒸完之后撒上白糖 或者是蘸蜂蜜吃 一家人一盘 然后多一盘 这个好一点的话就是 切成片之后 用油煎的吃 对煎的 微煎一下 那个感觉特别好 尽量转炸一下的感觉 因为年糕必须要热着吃 因为凉了以后口感不好 而且更难消化 而且这个热的吃的还是 我想还有一碗水 怕烫烫烫烫烫 蘸一下 那这个呢 一些南方的很多这个菜品呢 就是 就是年糕的菜很多 年糕炒毛蟹了 这个年糕炒这个雪菜 对吧 年糕的菜很多 他用这个来做菜 对吧 不像这个 这种黄米人呢 他是我们的主食 主食 就是一种餐厨的一个主食 是吧 那我们今天用怎么弄 大厨 这个咱用这 咱用这个 用手指年糕 对 大家处理一下这个 红韵 红韵 就是取自这个红小豆吗 红小豆 和莲子 你要泡一下它 用开水泡还是用凉水 用温水泡 温水泡 好 这个泡多长时间 这个 对于是这个小豆呢 红小豆呢 一般要泡它的 三个小时 最好的话呢 你要这个泡一宿 泡一宿 一宿之后呢 第二天就 这个搁锅里蒸 或者是搁放刮压锅里 这个压 就行 刮压锅里一般 这个 一克充 一克充二十分钟 嗯 就可以了 那其实啊 我们今天呢 这边这个莲子 也是需要同样的泡方 对 莲子也是 这边呢 我们的红小豆以及莲子 需要给它蒸一下 这样利于呢 它迅速 软掉 然后呢熟掉 好 放进去 大概要蒸多长时间呢 这个要蒸的话 就要蒸上 40分钟吧 40分钟左右 那好 放入锅中 40分钟之后 我们的红韵两样 就端出来了 好嘞 我们这边的年糕呢 给它再改个刀 哎呦 给成小种细丁吗 是 细丁 很小的这种感觉 对 说起这个年糕 还有一个来历 怎么讲 你知道原来有在古时候呢 有一个怪兽 叫做年 然后呢它每年 这个年这个怪兽呢 它经常要到村庄里来 祸害老百姓 把老百姓的粮食啊 或者是甚至是伤害到老百姓的 这个人身安全 没错 这有个高士族的人呢 非常的聪明 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们就把粮食呢 搓成条状 然后斩成框 放到门外 然后呢 关起门了 大家都待在屋里 这时候年呢 从山上下来了 然后呢就把这些粮食 做成这些高状的 一些粮食 都吃饱了 喝足了 然后走了 然后见到人就没有食欲了 你不要靠钱 我已经吃饱了 是这个感觉吗 大家这时候纷纷出来 来庆贺呢 他们顺利的度过了年这个关口 粮食呢 是高士人发明的 然后呢 又把这个年这个怪兽 度过了这个年关 所以呢 就叫做年糕 年糕是这么来的 这是一种传说 其实这个传说 我们也能看得起来 过年呢 其实也是要吃年糕的 不仅呢 代表着我们呢 有这个新生活的开始 也代表什么 我们节节高升 高升 主要是讨一个好的口彩 没错 口彩 我们这边呢 已经将我们的年糕切好了 在锅中烫着一下 咱烫它 这个时候主要是目的 要特别吐了它 煮熟 煮了多久 这个开锅煮了个两三分钟就行 熟着年糕好熟吗 好熟 好熟 这边我们的年糕放在锅中 煮着我们这边的小豆 以及莲子 OK了 已经煮到很软辣了 蒸到很软辣了 拿出来很烫 这个小豆煮完之后 你看它会障害不少 它要开花了 开花了 必须要种到这个开花 开花了 开花的程度 要滤开它 这个 蒸完的汤呢 不要浪费 你可以下一次做什么面食的时候呢 可以炉在面的 还有这个红小豆的香味 而且呢 这个汤也是有营养的 对 红小豆的营养也是非常的棒 咱们讲 像这个红小豆呢 还有灶脚带 它有一种很强的一种利尿作用 所以对像心脏病 还有肾病患者那种水肿的呢 我们提常多吃点红小豆 而且呢 红小豆这个膳食纤维也是非常的丰富 它有一个降血汁 降血压 还有一个调节血糖的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减肥的一个功效 红小豆是减肥的 对 我们把红小豆给倒成细泥 这就是红豆沙了 对 红豆沙 这少的话 如果你做得多的话呢 嗯 你可以把它用个布 就是干净的那个 红布 然后 又装着袋子 然后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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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这边的莲子啊 我们似乎在什么养生的粥啊 或者是养生的这种耕品啊 总能看到它 对 经常来用 因为这个莲子呢 有比较强的一种强心 嗯 还有一种扩张周围血管 然后降低我们血压的一种功效 嗯 而且呢 它有一种很好的一种安神的效果 所以对那种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还有这个睡眠不安啊 嗯 就是夜间烦躁 睡眠不好的人呢 我们说多吃点莲子 嗯 并且呢 这个 这个带芯的莲子呢 它因为吃起来口感上比较苦 没错 但是呢 它轻火的作用和强心的效果更好 这边我们把莲子 好像是要把这个 中间那个 芯削 嗯 中间这个芽 给它削掉 这就是它那个莲子芯 莲子芯 莲子芯因为口感尝起来是发苦的 嗯 所以我们照顾到这个菜的口感 把这个莲子芯去掉了 嗯 但是如果你是在家里用 而且为了是让它这种 呃 养生的作用更强 或者轻活的作用更强 那就保存 保持着 保存着这个莲子芯 OK 好 这边莲子呢 把它倒成泥 然后呢 给它压一压 之所以蒸它的目的就是 倒泥的时候比较方便一点 这个 这个莲子呢 不用弄得太碎了 嗯 这样吃起来呢 还有一点口感 保持颗粒感 嗯 好 再把这个粘糕 也已经OK了 嗯 它这个煮完之后呢 它这个粘糕就很软 没错 而且呢 煮完之后呢 会使它本身的弹性恢复回来 OK 粘糕 以及我们这边的莲子 还有红小豆 都处理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正式开始处理 我们今天的红韵粘粘糕 先把这个红豆呢 放进锅中给它倒开 这个水的比例不要太大 是不是 这个 一般是 2比1 就是红豆和我们这边水的比例 那就是水上 然后红豆是1 你看 给它弄得很稠啊 红豆 浓烫的感觉 咱今天这个是一道更品 一道更品 好 来回调一下 嗯 其实这个呢 你如果想讲究一点的话呢 你把这个皮给滤下去 对可以滤下去 对 但是吃起来就是 王老师 应该是还是有一定营养在 带着红豆这个外皮呢 实际上它这个营养保持更全面一些 第一句 也更多一些 因为这个皮 是这个皮的营养 要比这个里边这个 里边这个肉的营养更多 没错 所以说咱 也不是酒店 在家里面还是以摄取营养为主 来回倒一倒汤 这时候我们倒完之后呢 什么时候放入年糕和我们这边来联系 开锅之后吧 开锅之后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可是现在您一丁点糖都不放 现在不需要放吗 不需要放 这个就是最后这个时候呢 撒上一些白糖 让你喝的时候呢 这个一个是能喝出这个够沙的 这个沙的感觉 这个这个糖呢 喝起来 它还不是完全融化 也有一种沙的感 哎呦 都是沙沙的 现在已经开锅了 把我们的年糕 记住我今天用的是手指年糕 切的是小碎筋 之前已经给它烫熟一次了 因为什么 因为让我们这个步骤呢 它们成熟度是一样的 这道菜喝起来的时候呢 应该是很稠的那种 因为毕竟里面那么多豆沙仔 对 而且你看哈 我们一说年糕 就能想到那种固体的 很没法想到是液体的 或者说这种流动性的 汤羹类的 对 年糕一般的很少做这种汤羹类的 的确 这个呢也算一个新派的年糕的做法 而且是红韵年年糕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它现在已经开了两次锅了 直接放进我们的容器里面去 一会儿呢 就把我们的白砂糖 撒上去一点点 我们的红韵年年糕就正式了出锅 来点白砂糖 既有白砂糖的砂 又有红豆里面的豆沙 对 好吧 咱一起来尝尝好不好 来 赶快了 一起过节了 吃红韵年年糕 哇 又是一道温暖的美食哦 这道汤水菜呢 咬这个年糕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Q到啊 真的还是老话 在你的嘴巴里面乱冻的感觉 这些年糕这种Q弹 和这种外边这个红豆沙呢 它这种对比非常的微妙 没错 而且非常的惬意 而且大叔我真的觉得 这个皮不要给它绿出去 吃的时候还能嚼着一点点 还能嚼着吃 感觉更舒服 是啊 跟我们那边 那个弹弹的年糕正好形成一个呼应 一边是弹的 一边是能嚼的那种红豆皮 里面还有这种沙沙的感觉 对 好吃 真的好吃 那过节了 希望你在家里面试试刚才我们教你做的果酱汤圆 以及这边非常好吃的红韵年年糕 真的是很棒 感谢圣斯特橱桂 感谢日本凯特宝桃锅 感谢秀制庄园提供的有机食材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冠名商 青岛胡锡花的鼓发小炸花生 又对本节目的打理支持 我是大嘴 我们下期见个新时代大厨烹小菜 不见 不散咯 拜拜